可以提供线索让警察来救人 但是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线索 让人被监控呢 这个案子是菜店前老董 孙道纯他的女朋友赵小玲 虽然两个现在已经分手了 但是他说孙道纯的司机 以前在我车子底下面装这个GPS定位系统 结果就告这个司机 司机说是孙老董说 吩咐我这样子做我怎么能不做呢 老板要我做的 孙道纯则是说不是监控了 他是担心女朋友的安危 才会装这个定位系统 电信教父孙道纯的女友赵小玲 日前保养车子的时候 发现底盘被装GPS定位系统 赵小玲认定这是孙道纯司机所为 对司机提出控告 根据了解赵小玲的车 是当初孙道纯花500万 买给他的代步工具 孙道纯还吩咐自己的专任司机 替赵小玲开车 根据孙道纯表示 的确是他吩咐司机 在赵小玲车下装定位系统 但是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才会做这样的举动 业者表示装置在车辆下的 膝底盘式GPS 只能确定车辆位置 并不能窥视或是窃路 因此还不构成妨害秘密罪 目前警方将司机不起诉 游泳电信教父之称的孙道纯 风流运势不断 曾经和前妻何念慈 生肖微风少奶奶孙芸芸 也和严宁张琼玲交往 现任女友赵小玲 是头顾界知名人士 但现在又传出感情生变 和法律问题 让这位电信教父的私人生活 又成了美光灯追逐的焦点 中天新闻路易真 台北综合报道